母女俩吃了一斤半的饺子 老板娘却叫价940元 真想让人拍手叫好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对母女在饺子馆去吃饺子 吃完饭之后去结账 老板娘说一共给944元 某个零桶就给940就行了 那女孩妈妈满脸质疑说 你这都什么馅儿的饺子啊 一斤半的饺子要940 老板娘呢看了一眼就说了一句 你这姑娘啊把碗掉在地上打碎了 那你呢又重新给她拿了一个 我这个碗就是900元一个 那女孩的妈妈一听 啪啪的就打起了老板娘的桌子 然后大声的嚷嚷道 你这明显是在找事啊 你这是黑店你穷疯了吗 那饺子馆的其他人看到这一幕 也纷纷在议论 这老板娘是无理取闹啊 有的顾客呢就悄悄的报了警 警察到达现场之后 有一些顾客呢也帮着这对母女说话 警察就问老板娘说 哎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老板娘看了看警察就说 既然报警了 那咱们就去警察局说说这事吧 那警察呢就把老板娘和那对母女都带走了 几个小时之后呢 老板娘笑呵呵的回来了 原来啊 那个女孩的妈妈是个人贩子 那天她要了一斤半的饺子 服务员以为是孩子跟他俩吃 结果端上来女孩的妈妈就给女孩夹了五六个 女孩就狼吞虎咽得吃没了 刚想再去盆里夹饺子 女孩的妈妈用筷子打了一下女孩手 女孩的手就赶紧缩了回来 吓得她两眼直勾勾的看着那个女人 看着女孩可怜巴巴的样子 服务员都看在眼里 服务员心里啊就犯嘀咕 说哪有这样当妈妈的呀 所以呢 服务员就多留意了一下 就看这个女孩的妈妈在吃饺子 女孩吃完就眼巴巴的看着 可是孩子妈妈连头都没有抬 只顾吃她自己的饺子 服务员感觉不对劲 赶紧跑过去跟老板娘说了这件事 老板娘走到大厅观察起了这对母女 果不其然发现了问题 那妈妈呢 不紧不慢的吃着饺子 完全不管女儿 女儿呢 就一直眼巴巴的看着 一点也没有哭闹 直到妈妈吃完之后 母女俩是全程没有说过一句话 妈妈走的时候伸手去拉女孩 女孩的脸上满是抗拒和害怕 那老板娘非常的纠结啊 开了这么多年的饭店 却从来没有见过像如此反常的母女 由一再三呢 还是决定先留住她们 再报警 于是呢 就有了开头的那幕 老板娘用一出戏 巧妙的把孩子 从人贩子的手里给解救了出来 原来呢 女孩是在一个星期前在外地被拐卖了 父母一直都在苦苦的寻找 知道线索之后啊 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他们千恩万谢 拿出了一万块要给老板娘 但是老板娘呢 却笑着拒绝了 从那以后啊 警察就赠予了老板娘一面锦旗 挂在饺子馆里面 上面写着 见义勇为 老板娘的生意呢 也因此红火了起来 英雄呢 其实就在你我的身边 但愿每一个人都能心怀善良 平凡人都能得到幸福